Hello Guys,我是你們的田三沒錯 今天要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這次有一個小小的比賽 就在我們的7月28號 7月28禮拜五的晚上8點 會有我們的4V4V4要挑戰我們的魔王小隊 那魔王小隊也是之前的CW裡面的內部成員 可以看到是有亞瑟、阿凱、M4跟波克比 那麼這次來幫大家分析的是我們來預測 到底哪個隊伍可以打贏到他們 OK 我們來先看一下選手畫面 好的 那我們先要看一下現在正列來說 已經有集氣玩的6支隊伍 明星級的隊伍 就是說有支持的觀眾希望他們去參賽的一個隊伍來說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現在啊 TNO有看到他們 這邊也只是看到 多人也是非常非常多比賽可以看到他們的表現 所以鋼槍來說一定是非常非常硬的隊伍 還有今天不少人的N2D N2D聽說他們有換了一些人物 一開始Banny沒有打後來Banny是補上來的 接下來另外一個是W 對不起是Lawkins 我問過他們 如果要稱他們就叫Lawkins就可以了 Lawkins裡面的話的成員 還有蔡隊長 聽說也是有信心滿滿 因為畢竟他們有些也是有打生存的玩家嘛 還有鋼槍隊SGT也是生存大佬 如果是他們原本那些隊伍的人員的話 我覺得也是實力可以去期待一下的 接下來還有練習時場兩年半 裡面的特色是有妹子在隊伍 唯一有在隊伍有妹子的隊伍 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支持一下他們 另外一個就是掉分列車 目前我分析過後 其實魔王隊的實力整體來說的話 應該還是以主軸在Enforce身上還有波克比 那阿凱跟亞瑟本身就打生存會比較少一些些 因為以槍來說或者是以他們的適應度的速度來說的話 應該很快就可以跟上腳步了 所以不知道到時候的隊長吧 不知道隊長主扣是誰 如果主扣是Enforce的話 那我覺得他們移民會比較高的 畢竟這個遊戲我剛剛講 為什麼生存的能力強的打這個模式會比較好呢 因為他這個模式叫做競技賽嘛 競技場模式 那就是所謂的有三個隊伍 然後每個隊伍有四個人 開局的時候可以買一些裝備 然後一些裝備是你的包包是多人的包包 然後你可以買一些像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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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發育期間 就是各出去收 收完無人機之後 然後再去抓情報 抓情報然後去打人 抓情報打人為什麼 因為你在前面開局的時候 如果你對面只有一隊 那你就是互相對抗 但是如果你是只有 有三隊的話那你如果兩隊在打的時候 是不是有黃雀出來 所以你會有其他遊戲底子的人 就知道黃雀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比較大的一面性 因為他不會吃到太多的所謂的 注意所以他有很高的機會可以 偷襲的方法改變打掉包含了 這次的我 吃前陣子嘛有跟KH RB啊四成還有我們的王豬豬 就怡婷有玩過然後那時候 是三隊兩聖的部分我們是兩聖 零下來所以沒有懲罰那田山本身 就是在裡面拿比較多人殺的 因為我在玩這個模式的時候有先 大概練了一下然後大概把裡面大概摸一下 所以摸完之後兩張地圖我覺得 其實兩張地圖的發育來說 其實都很OK 因為你們能夠能卡的位置 其實掩體非常非常多 所以黃雀的實力來說一定會比較高的 那本身就會有戰術的話 TNO N2D 他們兩隊本身就打過多人 所以在多人上面的一個情報分析 如果他們不要亂衝白給去抓這個 呃東西特性來 如果去慢慢去練的話 我覺得沒有很大的問題很快就可以上手 而且基本上應該也是佼佼者啦 然後也可以把生存的一些配件配槍啊 然後先放多人包包 才不會到時候忘記 因為你用多人的槍來打生存 其實生存裡面會有什麼護甲 護甲板可以打 所以如果你是用之前的什麼三槍 那些槍 因為你有射程部分嘛 因為有距離很遠 所以你在射程這個衰退來說的話 可能高傷害的槍會更好 比如說是歐登 哦 呃 猛男槍啊 Mail War 或者是拿狙擊 XPR50啊 然後或者RTK.50 或者是SBD 其實拿狙擊本身會好一點 原因是因為 他在裡面可以拿什麼狙擊特性嘛 可以變成連點 就是連射的部分 可以把它像是 呃 步槍一樣的叭叭叭叭叭叭 所以你只要夠準基本上 也可以在這邊拿狙擊去消耗 哦 就是消耗別人的血量之後 再派對手去抓人也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的護甲板 是必須要打無人機拿到嘛 或者是自己開局的時候 要先買護甲板 是有辦法 如果沒有護甲板 都是一樣多人的血 100滴血其實很軟 非常非常軟 所以變成說 在你們的 開局的時候的發育 為什麼會那麼重要 而這個這次的分組 氛圍有三個match 就是第一個match 是TNO跟Lokin 就是你先看第一排 所以我覺得TNO跟Lokin 兩個可以補起來 除非他們合作 如果他們開局互打 然後碰到M4 M4其實很鎖 他在生存也是拿了一個冠軍出來 然後 如果真的是 只有M4一個人 然後跟波克比 會打生存的話 比較常打生存 然後亞瑟跟阿凱 我確定 因為亞瑟阿凱如果能夠 完全跟上他們的一個 版本上面 去用的槍枝去使用 那我覺得 有機會 絕對是有機會 可以防守住第一組 因為N2D 跟Lokin 第一組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 可以防守成功 但第二組的部分 有SGT 然後跟TNO這兩隊的話 我覺得 我認為啦 如果TNO搞一些戰術部分 然後AGT 鋼槍本身這麼猛的話 那我覺得魔王隊 有可能 在第二 會落敗的 所以有很大的機會 我覺得TNO跟SGT的隊伍 有可能是會晉級的 也就是贏下來 不說晉級的 贏下來拿到所謂的 12000CP的隊伍獎金 接下來第三隊伍就是 練習 時場兩年半 跟吊分列車 這兩隊目前 我對他們的印象 也是非常淺薄 所以 可能啦 目前可能看到他們的表現 我覺得 知道的就是當天的狀況了 那看完他們的配槍 可能會讓我 第一時間去 更快的去分配 他們能不能打這個模式 如果他們選用槍枝 不夠像是 生存Meta的話 那我就會有覺得 呃 覺得他們可能會比較 偏劣勢 所以 以現在來說的話 只有第二個Mage的隊伍 是有機會可以贏下魔王隊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這次 幫大家去分析啊 這次參加我們的 救收集器人 勢必是要對決的這個隊伍 好啦 那我們就準時 明天的7月28號 禮拜五的晚上8點 準時收看官方的YouTube 跟臉書頻道 來看我們的比賽轉播 解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明天下 我們比賽見 掰掰 我們會不會贏 我們會不會贏